《大美诗书画》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书画》 我是曹可凡 今天我要带大家继续来撞游 《诗书画》中的壮丽山河 欣赏文人笔下别样的塞外风景 说到文人笔下的塞外风情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边塞诗了 到了唐朝 随着中原和边塞日益频繁的交流 边塞诗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成为了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 想象力最丰富 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流传后世被奉为经典作品的 莫过于唐朝著名的诗人王维的 史智赛上 千百年后我们读来依然会感到内心激动不已 史智赛上 史智赛上 唐 王维 单车欣赫 柏盲 天鹿 增篇出汉赛 归宴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消官逢后继 都护在燕燃 刚才为大家朗诵的这首史智赛上 就是唐代大师人王维 在奉命赶赴边疆 慰问将士途中创作的一首《寄行诗》 开头两句 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居言 说的是呢 我现在乘坐着非常简易的马车 来到慰问束手边关的将士 陆金的蜀国呢 已经过了居言 征鹏出汉塞 归宴入湖天 诗人在这里呢 以枯鹏和归宴自比 这随风远飞的枯鹏 也飘出了汉塞 而北归的大雁呢 飞入了湖天 在我们中国的古时当中啊 诗人经常会用飞鹏 来比喻漂流在外的游子 那么在这里呢 说的却是一个富有 朝廷使命的大臣 那王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我们就要从这次为什么会来到边疆说起 他这次呢 是任河东节度使判官 出使边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在朝廷中啊 受到了排挤 同在朝廷做官 并且是高居宰相之位的好友张九龄呢 也被贬金州 所以诗人的内心是非常的苦闷和悲愤 怀着这样的心情 诗人眺望远方 眼前所见的景象呢 让人瞬间心朗神阔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浩瀚的边疆沙漠 本来就没有什么奇异景观 因此呢 烽火台上所燃起的那股浓烟 就显得格外的醒目 一个孤一个直 可以说是壮阔不已 再往前看 荒芜的沙漠呢 尽收眼底 贯穿其间的黄河 除了一个长字 你真的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血色苍茫的落日挂在长河的尽头 温暖而苍茫 整个画面呢 奇特壮丽 用王国为先生的话来说 那就是千古壮观 经历了舟车劳顿之后 诗人终于到达了边塞 萧关逢后继 都护在燕然 到了边疆 却没有遇到将官 这个侦察兵告诉他呀 将官在燕然山破敌之后 还没有回来 当然这里的燕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呢 燕然其实是引用了 乐时燕然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乐时燕然呢 讲的是东汉大将军斗县的故事 他率军大破北匈奴之后呢 登上了燕然山 乐时济宫 就是把济宫文字呢 刻在这个石头上 所以后世也用 燕然乐宫 指建立功勋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 有乐时燕然这个典故 我们可以知道 在汉朝的时候 中原地区和塞外打交道的次数 其实挺多的 金代画家张宇的文姬归汉图呢 讲的是东汉末年 三国时期的才女 蔡文姬归汉的故事 当年呢 因为匈奴入侵 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 12年之后 曹操统一北方 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 这幅画呢 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塞外返回故土途中的这幅景象 整幅画卷一共有12个人 前面有一个汉人 骑着一匹老马引路 那还有一个小马军呢 紧紧相随 紧跟在他后面的就是蔡文姬了 我们看到蔡文姬啊 头戴雕帽 穿着华丽的胡服 脚灯呢 皮靴骑在马上 双目凝视前方 蔡文姬的身后是骑在马上护送的马夫和侍从 前面是汉人胡人 两个官员并起而行 后边呢 有五个侍从骑马相随 画面的最后啊 是一位骑在马上的武士 马的旁边还跟着一只猎犬 整个画面非常的生动有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幅图所描绘的场景啊 虽然发生在黄沙漫天的塞外 但是画家并没有直接用大量的笔墨 去描绘塞外的景象 而是用飞扬的线条 画出了墨北大地上 一队迎风行进的队伍 通过对于实在物体的品味 展开丰富的联想 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奥妙所在 无论是文姬归汉 还是王维初始边赛 千百年来边疆呢 总是承载了中国文人太多的情愫 有对于历史的感慨 有对于自身命运的唏嘘 也有对于大好河山的赞叹 历史的车轮呢 已经远去 但文学艺术的回响 却久久不绝于耳 今天 当我们再一次走进 前人的艺术世界时 我们走进的 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那么在这个时候 塞外风声在耳边 阵阵回响